同学们好,这节课呢我们开始小程序的发行打包 那么关于小程序呢,我们用微信小程序为例 然后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对小程序去进行一个发布的工作 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小程序来说呢 其实我们的发布方式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只以微信小程序为例 那么我们在去发布小程序的时候 首先要确保呢 我们已经成功的去申请了一个小程序的APPID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小程序后台 然后呢,我们在微信开发者工具里面 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后台去获取到我们的APPID 然后我们给它填写到这里 那么这个APPID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 首先把后台我们先打开 后台打开之后呢,给它成功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我们往下面看 看到这里有一个开发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开发下面有一个开发设置 可以看到开发者ID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APPID 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 我们只需要把它粘贴在这里就可以 那粘贴完成之后呢 下面这几个选项呢 跟微信开发者工具中的选项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需要把ES6转业ES5给它打开 勾选上传代码时 样式自动补权 然后压缩呢 我们也给它勾起来 所有的我们全打个勾 那么最下面会有一个位置接口的描述 如果在我们的程序中使用了位置相关的API 那么这里呢 我们需要去给它打勾 并去填写申请原因 那我们项目里面呢 并没有用到 所以我们不用去理会它 我们不用管 勾选完成之后呢 点击发行 然后在下面找到小程序微信 我们点击 点击之后 这里我们可以给微信小程序名称呢 给它改一个名字 叫目客新闻 下面的APID 就是我们刚才填入进来的 然后我们点击发行就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来说呢 如果说我们的编译成功之后 会自动的把我们的开发者工具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会看到这里 会有给我们好多报错 这些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的这个域名啊 不在我们的合法域名内 所以我们需要去把合法域名 我们用到了Unclode 所以我们需要把Unicloud的域名 去填写到我们合法的域名里面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控制台呢 已经提示我们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前面啊 提示我们说不存在的这个域名 写到我们的合法域名里面就可以 回到我们的后台 我们还是在开发里面 开发设置 我们往下滑 滑到最下面呢 有一个服务器域名 我们需要把它配置到这里 那么这个域名呢 一个月可以去申请五次修改 那么我们点击修改 修改之后啊 然后会有一个二维码 用我们注册的微信号 去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那我们呢 需要在request合法域名里面 我们去添加一下 然后把我们刚才 考过来的域名放在这里 前面的https 我们给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下面我们也需要去写一下 这里呢 我们也要给它 去补充一个 下载呢 我们也补充一个 其实我们只需要 去填写上面的一个就可以 但是为了我们方便呢 把下面全给它补上 补上之后 我们保存并提交 那成功之后呢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里面 点击详情 详情这里呢 会有一个项目配置 配置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添加进来的域名 在这里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点击刷新 右上角 然后刷新 刷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多了一个API API.BSP APP.com 这么一个域名 然后我们去重新编译一下项目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 就没有那个包错提示了 没有之后呢 去怎么做呢 我们点击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上传 点击上传 然后会提示我们 上传成功后 需要联系管理员 在小程序管理后台呢 将本次上传 设置为体验版本 那么我们点击确定 给它一个版本号 我们叫1.0.0 然后项目被注这里呢 我们给它填一个 I in it 那我们先不去点击上传 我们先看会把它上传到哪里 同样的回到我们的后台 我们在最上面有个管理 叫版本管理 最终我们上传的呢 会到哪里 会到我们的开发版本里面 在这里是我们准备 要上传的地方 那回到开发者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上传 上传需要一点时间啊 我们等一等 那这里呢 提示我们上传代码完成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地方 我们去刷新一下阴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提交的版本 是1.0.0 然后项目被注呢 是音译的 然后我们去点右边的一个向下的箭头 然后我们给它选为体验版本 然后去填写一个初始的阴面路径 那么我们就是首页嘛 首页我们点击提交 这样的话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体验的二维码 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体验者的微信啊 去配置到我们的后台里面 那么配置完全线的账号呢 就可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 然后去体验你的内容了 那配置的话 我们需要在成员管理 管理下面有个成员管理 然后在这个页面 去添加我们的成员 成员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扫描二维码了 二维码扫描之后呢 我们去测试 本地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要去提交审核 那去提交审核呢 我们直接点击提交审核 然后确认没问题 我们勾选以阅读并了解平台审核规则 点击下一步 然后我们继续提交 那提交审核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要求去填写 我们这里需要的一些内容 给它填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审核版本这里呢 就会出现我们提审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啊 我们就不继续填了 那么审核呢 大概需要等待一到三天 审核通过之后 或者失败呢 都会给我们发专内信的 或者给我们发送微信通知之类的 审核版本确认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呢 去点击一个按钮啊 还跟它差不多的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提交线上版本 这样我们线上就可以搜索到 我们的小程序了 通过以上这些步骤呢 我们就成功的去提交了一个小程序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首先呢 我们在配置里面 找到微信小程序的配置 然后去填写微信的APPID 那么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申请了微信小程序后台 并且获取到了对应的APPID 然后我们给它传到这里 同时下面呢 去勾选一些我们必要的选项 勾选完成之后呢 点击发行 然后去点击小程序微信 去发行编译了我们的一个版本 发行之后呢 这里因为勾选了检查安全域名 所以我们需要在后台去给它 配置一个安全域名 在开发里面 然后开发设置 最下面服务器域名 我们需要把对应的Union Cloud的域名 我们给它配置到这里 那配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开发者工具中 去接近上传 上传成功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回到我们的后台 回到后台版本管理 然后按我们的需求去提交开发版本 然后提交审核版本 并且呢 去提交一个线上版本 这就是微信小程序的发布流程 那么其他的小程序呢 跟它都有类似 那如果有区别呢 跟它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我们就按正常的流程走就可以 刚才呢 我们去发布的时候 我们点击的是发行 那么在平常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运行的这个版本 我们可不可以上传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发行呢 因为发行之后啊 我们的小程序体积会变小 而我们运行呢 因为方便我们的编译 它这里会有一个sauce map 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代码有一些大 那我们看一下 最终我们编译的目录在这里 看package下面 我们找到dist 给它打开 那dist下面会有一个build和一个dev两个目录 build呢 是我们发行之后的目录 dev呢 是我们开发去生成的一个目录 我们找到mpvc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显示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占据了2.4M的空间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build build同样的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简介 这里呢 它只占用了881KB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发行上传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运行 运行到小程序模拟器中 也是可以上传的 只是说它的代码体积呢 会变大 所以我们不推荐你啊 在运行的时候去上传代码 那么上传呢 我们必须去点击发行 发行的话 我们会把对应的代码 给你进行一个压缩 并且去删除sauce map 因为发布后的代码呢 不需要调试 所以sauce map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小程序上传发行 部署的一个过程 人的关系 哪里 Wide有意思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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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出对对对对对对对啦 感谢观看